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75乘以4 然後這個 把16分之3化成小數 16分之3 然後把這個 寫著4題 37.5和875乘以4 照慣例呢 在學生寫作的時候 可以來先聊先聊 這個 我們之前聊的這個 電影那個導演在 拍片的時候要運用很多手法 那有一些手法呢是 我覺得很好的 那也是大家會常常看到的 比如說我自己很喜歡看恐怖片 美國的恐怖片跟日本的恐怖片 日本恐怖片鬼出現的地方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他會遵循一種邏輯 就是你在日常生活中 都會經過 都會遇到這個場景 可是你都沒有 特意的去留意一下這個 場景這個現象 背後到底是什麼 比如說那個 恐怖片裡面不見得是日本人 小住公寓的話 你可能會聽到這個隔壁的噪音 那或者是隔壁有時候搬東西 打搬東西 會動一下之類的聲音 或者是他可能在這個裝修什麼 所以動動動 那你自己平常都不會覺得這有什麼 對不對 那恐怖片就會跟你說 搞不好隔壁有一個人被上吊了之後 他的腳一直在撞牆壁喔 那你看到了這樣的畫面 你就會回想到 其實我也常常聽到這個聲音耶 對不對 比如說像那個 咒怨 咒怨的那個小朋友 那隻鬼 他躲的地方 第一個他躲在辦公桌的底下 你自己坐的這個桌子也有底下 你有時不時的低下頭去看一下底下有沒有一個小男孩嗎 那或者他可能會躲在什麼 躲在那個走樓梯的時候有沒有 一個樓梯上來接另外一個樓梯 那在上面呢 你假如說你只要到四樓 可是其實上面還有樓梯啊 那在五樓那個樓梯呢 你都沒有抬頭去看看 說不定有一個小男孩在那裡看你喔 就是他都會做這種 日常生活中其實這些場景也都出現了 只是你都把它當成背景忽略掉 但是裡面搞不好有什麼恐怖的事情 這就是鬼片 他要在有序的這個 有秩序的自然現象裡面 製造出超出秩序的東西 你才會感覺到這個震撼和驚嚇 比如說這個洗頭髮洗一洗的時候有沒有 然後 有一隻手在旁邊跟你一起抓 你有沒有覺得有點麻煩 嗯 好 那這個就是恐怖片 大家有機會看恐怖片的時候 可以留意一下導演都是用什麼方式在下的 來看這試題喔 75乘以4 如果老師剛剛講的時候 你有吸收進去的話 它其實是25乘以3 那25乘以4本身是100 所以就是300 可以嗎 16分之3 那16對到的是這個 625 那特別留意一下 這個 所以說這個 我們剛剛說4分之1是0.25 5分之1是0.2 如果是8分之1是 寫上面 如果是8分之1的話是0.125 對不對 千分之5 那如果是16分之1的話呢 因為它要變成萬分之625了 所以它會有一個0在前面 它不是0.625 是0.0625 對嗎 所以 所以16分之3 是這個 0.0625 去乘以3 所以它去乘以3 是0.1875 可以嗎 再來這個 37.5% 我們剛剛有示範過了 是千分之375 375 375自己本身是這個 125乘以3 所以上下同處125是 8分之3 875乘以40是 875是 125乘以7 那125要去抓到8 就可以跟它組合在一起 所以如果這個875乘以40呢 你可以把它變成7 乘以125 再乘以8乘以5 那這裡125乘以8的部分 就會變 1000 所以這個其實是 35000 對嗎 那接下來呢 這個是你們回家功課的一部分 所以我寫一個大概就好 就是請自己列表 去列這個 12乘以A 我寫第一個 就是12 24 36 48 60 72 乘以7 84 乘以8 96 108 120 這樣子 去列這個表 那12 13 14 15 16 17 18 18 19 都寫 好嗎 這是你們的作業 請自己完成 那這個我就不附答案給你們 這裡寫 寫過一次 有一點印象 我們上次有提到這個 12乘以3 36 乘以6 72 36加72 108 所以 梁山伯 108條 好 好 到了這個 到了這個 我們國二下 或國三 開始學那個角度 你就會常常看到 12的倍數 15的倍數 和18的倍數 因為三角形 內角和180 那這三個都是180的 蠻重要的因素的 所以熟悉這一個 這個計算是很重要 那另外13的倍數和17的倍數 跟19的倍數 因為它是 直數 13 15 13 17 19 所以在這個國中階段 也還蠻容易出題的 所以特別要提醒的是幾個 直數的乘 比如說13這一個 13 剛剛13乘4也很愛考 52 13 然後13乘以7是91 17乘以3是51 19乘以3是57 這就是很愛考 那另外補充一個這個 寫下面 3乘以5乘以7 說啥 3乘以5乘以7 那個是 最小的三個基數的直數相乘 所以它是105 不是說所以啦 它是100 那所以這個也蠻愛考的 然後還有一個也很有特色 是7乘以11乘以13 這個乘起來剛好是1001 剛好是1001 好 那這裡交給大家 五十四乘五十六 減掉 七十二乘四十二 五十六是八 七五十六 四十二是六 七十二 七十二 七十二是九 八 七十二 五十四是九 六 五十四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這兩個一樣大 剪出來沒有啦 OK 那今天的課程我們還要再多介紹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之前學過這個方程式的計算 但是我們學的時候呢 我們學的方程式都是非常簡單的方程式 那我們在這裡呢 就是為了要因應方程式可能會變得比較複雜 所以我們要來學一件事情 這個叫做方程式的畫減 其實是不用寫在本上 方程式的畫減 什麼意思呢 就是去整理它啦 如果我現在有一個式子2x加3 -1-2 加x-3 他去整理它嘛 那我就跟你說畫減這個式子 那他的原則就只有一個 就是有x的寫成並在一起 所以兩個x和一個x 這樣是三個x 然後加3-1-2-3 所以是-3 這樣就是他畫減的結果 那只有兩件事情要提醒 這個我們不寫本質 因為畫減學生都會一直練習到 所以會自然而然會的 那但是就是在這個當下 在你學的時候要去練習 那提醒兩件事情就好 第一件事情 沒有寫的時候是成的 所以比如說這個 1-2x 加x-2 假如說這樣 這裡並不是先把1-2 因為這個地方沒有寫 它其實是成的 所以先成除後加減的原則 是這裡視為一句 那我們所謂 我們剛剛講到一句話 說有x的寫成同一項 怎樣算是 怎樣算做項呢 就是有這麼一個x和它前面的這個 它到底成了哪一個數字 這樣算一項 一項跟一項之間 是用加跟減的號來取得 成和除本身是一項裡面的 聽起來有點複雜 不過舉個例子你就知道 我現在不知道這支筆是多少錢 那我買了三支筆 所以這三支筆 這個三是跟筆是算在一起的 那如果我另外一個說法是說 我不知道這支筆多少錢 可是我買它的時候找了三塊錢 所以我給出去的比如說十塊好了 是這一支筆的價錢加三 對不對 那這個加三 筆的價錢加三 和三支筆 三乘以筆 這樣子就有一個不同 就是說 這個三倍的筆呢 它其實是會影響這個筆的價格 它是它的三倍 所以我到後來花的是三倍的錢 所以我們在計算的時候把這個視為是一項 那把這樣視為是不同項 所以呢 把成跟除視為一項 就是在同一項裡面 所以這個 1-2x呢 不是算1-2 而是把2x一起算 那這裡的2x是從 不管從哪個數字開始 它是被減的 所以它是算作是-2x加1x 你有一個1 然後你去減了兩支筆的價格 然後又加了一支筆的價格 所以你就只剩下 還缺一支筆的價格 對不對 所以它是把這-2x和x來合併 然後再把1跟-2來合併 所以1-2是-1 那這個是它合併項的結果 大家可以多練習看看 這個我這次的作業就是出這個 那因為我們還沒有正式學到這個單元 所以就是多練習多練習 來吧 那這個就是我們這次的作業 照慣例把它捲上來 請把這些式子畫剪了 這裡有分數 分數的話怎麼樣呢 介紹一下 這題我們先講掉 分數的話 還是留給你們寫 但是我說明一下 分數的話呢 你有兩個做法 你可以把它換在同一個分母裡面 也就是去這個 我們學過分數如何合併 對不對 要同分 所謂同分 國小學 那另外一個做法呢 是你可以把它拆散 就是我有2分之個 x加2呢 它可以視為是2分之1倍的x加2 那我們前面學了這個 那個結合率和分配率 所以你可以把它變成是 2分之1倍的x 還有2分之1乘到2是1 可以嗎 那用這個方式去想 所以它這裡會不會幫你寫起來 它是-1分之1倍的x加3 一次類推 好 那這就是我們這次的作業 那我們在這堂課裡面呢 教你建立了那個數字的表 最重要的是教你理解到說 為什麼有的人他可以算得比較快 為什麼有的人他跟得上緊度 那其實有一些部分是可以訓練的 來看一下上次的作業 上次留下來這一題 2分之x加2減掉3分之x減3 那我們有提到呢 你有兩個做法 一個是去通分它 另外一個是拆掉它 我們先來看拆掉的這個 也就是說2分之x加2 這個視為是2分之1乘到x加2 這裡也是 視為是3分之1乘到x加3 然後被減 所以在這裡呢 要留意一下喔 你這裡2分之1 我們上次有示範把它乘進來 分配進來分配進來 對不對 變成2分之x加1 那這個-3分之1 在分配進來的時候 要連負號一起分配進來 所以是-3分之x 然後-3分之1乘3 再減1 所以這個畫減出來 是2分之1x減3分之1x 那是多少 2分之1個x減3分之1個x 你也可以想像它是結合率 我們把x抽出來 你要是2分之1減3分之1個x 對不對 記得 6分之1個x 可以嗎 所以就是這題的答案喔 那如果我們是用通分的話呢 通分的話通這個6 所以這兩這邊上下乘3 換個顏色 這邊上下乘3 這邊上下乘2 通分會齁 所以通成分母是6分子這裡要乘3 所以一樣分配進來要分配進來分配進來 所以是3x加6 這邊乘2分配進來分配進來 可是要注意到你的這個負號呢 是對這整個都有效果的 所以如果你在這一步還沒有把它分配進去你就要刮好 所以它是減掉2x加6 或者你在這一步就提前把負號分配進來 那你就會寫成這個 6分之3x加6 減2x加6 所以是6分之3x 那這樣也是答案 6分之3x就是6分之3x 我們要來複習一下國中學的公式單位 好 公式單位齁 這個長度的單位 是 離 引 上 尺 寸 分 離 離 然後 體積的單位齁 來說容積齁 容積的單位是 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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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好 重量的單位齁 是 是 盾、蛋、痕、金、兩千克 盾 蛋 如果你國小沒有學過 然後你現在看我寫的字有一點太緊的話 請上網自己搜尋 然後把它補超起來 盾、蛋、痕、金、兩千克 你就打 這個我們的title 公制單位 公家制定的單位 公制單位 那它就會顯示這個 公制單位 這個重量 是公盾的盾 但是那個挑這個蛋子 扁蛋的蛋 丹丹的丹 橫量的橫金、兩千、幾千、幾克 這個應該都問一下 爸媽也會知道 餅蛋斗生葛燒錯 那 在這裡特別要說明的 為什麼要介紹這個 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順便教大家怎麼背 這樣子的東西 有一些東西我們還是會去背 那但是這個背呢 不是說我一定要死死的牢牢的記起來 說實在話裡面搞不好有寫錯字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們背一些東西呢 實用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背它的目的是為了要用的時候 你會用得到 所以你如果常用 你就會記得 你如果不常用 忘掉了也是很合理的 那但是不要讓自己淪落到就是說 明明應該要很常用的 可是你不會偷懶 所以一直不用所以忘掉 那這些東西 就是我說 你要讓自己需要用的時候 用得上呢 所以其實背它們的時候 背那個聲音就好 跟我念 理引杖尺寸分離 引彈抖身格少措 鈍彈橫金兩千克 這樣 所以 有的時候我其實只是記得聲音而已 我也不記得那個字要怎麼寫 那 沒有關係 你心裡知道它是怎麼樣 大概這樣子 然後越常使用的你就會越熟 其實 要背東西的時候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至少在我們 數學或理化的部分 來喔 那特別要留意的就是 長度這邊 這個分就是公分 公分是cm 那 尺是公尺 李是公里是km 所以其實它是以公尺為中央 c就是1% k就是千分之一 k就是1000倍 那如果千分之一是寫mm 可以嗎 同樣的道理 這個 體積這邊公升是L 那 所以千分之一L就是ML 可以嗎 可以嗎 那這個 重量這邊呢 標準是克 所以1000克 1000克就是1公斤 就是KG 克是G 公斤就是KG 1000倍就是寫K 這樣子 然後要特別再提醒第二件事情 就是 我們應該在國小就有學過 如果是立方公分的話 是公錯 對不對 就是CC 就是ML 那 可是呢 這個公尺 它是公分的100倍 在立方的時候呢 100 乘100 乘100 就會變成100萬 所以 其實 立方公尺 不是公升 不是我們最常見的公升 是 公錯的100萬倍 其實立方公尺是公并 一公升它只是一公錯的1000倍而已 所以其實立方公尺呢 一立方公尺等於1000公升 這點在下面標註一下 這是最常搞混的 一立方公尺其實是1000公升 這個公升的L寫 大寫的小寫的都一樣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這裡 要額外交的公職單位